大家好,我是毒奶,今天要说一个混混被黑帮逼着学习,当上警察后反手干掉黑帮的故事,片名苏格拉底先生。 故事开始,警局局长领了便当,同僚悲痛不已,黑帮老二惆怅万分。 原来,警局中出一位叛徒,局长是黑帮的人,老二命令批养老师寻找替代品,男主便是其中之一。 他妈英年早逝,爸爸则是偷电瓶车的,由于监狱里人才积极,爸爸死活不肯出来。 无奈之下,男主辍学成了混混,靠着打架斗殴,养活弟弟。 为了通过警察考试,男主关进监狱学员,开学第一天,男主赖床不起,朴老师见状,立马温柔地叫醒他。 阿斌是知名学霸,高中成绩十分理想,在他的悉心教育下,男主克服失眠。 浑税过去,作为惩罚,男主被朴老师溺爱一番。 朴老师弄了个课外活动,他把男主绑在铁轨,要求后者倒背圆周率,答对就能拿到钥匙,答错的话,哦,只能下辈子见咯。 眼看火车迎面驶来,机智的男主说出答案,绿周圆。 通过测试后,朴老师说道,这就是知识改变命运啊。 然而,男主表示,我命有,我不有天。 当晚,他就撬开房门,逃出学校。 门卫秦大爷奥培,是朴老师等候多时,男主用法国军礼捡回一命。 不过,鲁迅曾经说过,舌脚无异,折断的骨头是最好的课本。 于是,朴老师掏出锤子,男主的膝盖终了一件。 在小弟押送下,男主前往德国骨科,后者灵气一动,砸坏玻璃,吸引警察注意。 本以为蹲监狱就能自由了,结果小弟立马自首,还掏出小钞让男主复习。 为了避免再次逃课,男主被埋在土里,在直屎的海洋畅游一番后,男主变得精神抖擞,神采飞扬。 随后,朴老师绑架弟弟,伏地魔男主只好乖乖学习。 最终,男主以61分通过考试,当警察的第一天,他抓住弟弟大意灭亲,弟弟挨了一顿棍棒教育,果断痛改前非。 这晚,男主客串交警,看到酒驾司机不愿配合,男主温柔地交一番。 为了让男主快速升职,黑帮全体出动,寻找逃犯。 警察时天没找到的人,他们冻下关系就抓住了。 随后,黑帮和逃犯打好关系。 挨了七天独打的逃犯,精神崩溃。 央求朴老师把他送回监狱。 此日,逃犯抢劫银行,看到男主进来后,他立马缴械投降。 为了演得逼真一点,逃犯疯狂自残。 立了大功的男主成为刑警,但队长觉得事有蹊跷。 他让男主抓住通缉犯,证明实力。 尽管线索只有照片,但男主过目不忘,很快便找到了犯人。 但二话不说,上前就是一顿毒打。 男主认错人了,倒霉蛋惨遭无妄之灾。 当晚,在群众指报下,男主发现犯人在酒店。 他果断冲进去,一顿猛锤。 自日,倒霉蛋又被认错了。 他忍无可忍,质问男主犯人的模样。 为了不被认错而惨遭毒打, 倒霉蛋呼朋友,总算找到犯人交给男主。 第二位通缉犯更为简单,竟是男主的好朋友。 众所周知呢,朋友是珍贵的相好资源,男主毫不犹豫出卖了他。 就这样,男主博得信任,成为队长的心腹。 这晚,黑帮中出一位叛徒,老二让男主干掉他。 但后者心存良知,始终下不去手。 老二气愤不移,开枪干掉叛徒。 随后,他捅了男主一刀,并在刀上抹上叛徒的指纹。 这样的话,男主就是正当防卫,不用背负法律责任。 经历此事后,男主更加厌恶黑帮,决定重新做人。 他找到朴老师说,以前是没得选择,现在他想做个好人。 一番嘴炮下,朴老师被忽悠到了。 他把黑帮贩毒的线索交给男主。 后者和队长搜集证据,写了一大堆报告交给检察官。 结果,检察官和黑帮勾结,以证据不足为由,打发过去。 男主是气不过呀,带着丝袜揍了检察官一顿。 老二意识到男主背叛黑帮。 他先是打残嫖老师,接着绑架男主的弟弟。 男主护地心切,被手下们一顿毒打。 当然了,男主还有剩余价值。 老二没有下死手,只是劝他改正归邪。 不久后,男主痊愈出院,他夜袭小弟将后者锁在铁轨。 得知老二的藏身之处后,男主带着队长开启歌草无双。 眼看大事不妙,老二把男主的卧底身份说了出来。 队长唯恐有诈,拿枪指着男主。 结果,后者果断开枪干掉队长。 随后,他让老二捡起手枪,伪造自己正当防卫的假象。 可惜呀,反派词余话多,保镖跳出来制服男主。 老大哥以为大局已定,便转身离开。 然而老二谋朝篡位,想自己当老大。 他趁机干掉老大哥,接管黑帮的生意。 无碍,警察重重包围,老二挟持男主一路逃离。 看到老二没有绑安全带,男主是灵进一动,一个袭杀让老二飞了出去。 队长也及时赶到救出男主。 原来他穿了防弹衣,刚才只是装死罢了。 结局最后,队长帮男主隐瞒真相,让后者成为真正的警察。 弟弟也改邪归正,接受朴老师指导。 我们下车的时间就要了解了。 啊,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开车一定要系安全带呀,朋友们。 还有出门要穿防弹衣哦。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